我想问问你在做这个产品之前 你是看到这样一个情景 就开始做研发了对吧 对对对 你有没有去做用户调研 其实我去问过很多一些母亲 她们告诉我的说 她说婴癌的话只要小便以后 大概在20分钟左右 她的婴癌的臀部是非常冰冷的 而且的话她的湿度 可以达到95%以上 如果说婴癌要是大便后的话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它会导致这个细菌滞生 而且的话大便中 还有很多的那个大肠感觉 细菌特别是多的 所以会导致个红屁屁 首先我先跟你说 我们做母亲的 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 就是主要的这个孩子监护人 说实话 我们给孩子喝了多少水 心里是有数的 他大概什么时候 要排小便的时候 我们大概心里是有数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说在正常的 他白天活动期 其实我们是知道的 第二你刚才说的那种特殊情况 就是晚上会排便 其实小朋友除了他拉肚子 很少晚上会排便 晚上基本上不排便 对呀 导致红屁屁是因为 纸尿库里面的一系列的化学成分 在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 有一些品牌残留比较少 有些品牌残留比较多 但这个不重要啊 人家发明了这个 也拿到了专利 就可以了 你做这个发明研究 自己投了多少钱 自己的话 从14年的7月份开始的话 投入超过70万 赚回来了没有 全都是亏的 我不说这些了 那你赶紧把这70万赚回来呀 赶紧去找投资 你跑这来干嘛呀 在这儿找工作 那个事情的话 我用空余的时间去研发 再去发明 你今天面试的是什么岗位来的 产品经理助理和销售类的 产品经理助理 对 这种产品经理助理 就是你刚才这种食物产品 对 不是互联网产品吧 我其实有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想法吧 就包括餐饮和这个地图 你做过互联网产品吗 我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 只是有些体验 就纯粹的就是有个想法 抓到了一个痛点 比如你说一个 就比如说吧 现在的餐饮 其实很多人他不喜欢吃外卖 不喜欢吃外卖的原因 就在于有一个点 其实外卖的最大的一个点的话 就是特色菜 其实真正的我觉得 天天可以吃的家常菜 是健康又营养 其实中国人很多人的身体健康的话 他是吃不了这个外卖的 其实我觉得平台 可以做一个健康饮食窗口 用户的话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就比如说他有心脏病 高血压 像这种疾病 他可以向这个平台提供这个数据 平台的话会跟他匹配这个 定制是吧 对对对 那就跟月子餐不差不多吗 这个我还是再提一下 就不好意思打击你 您说 就产品经理也分两种 一种叫江湖派 一种叫专业派 对吧 江湖派就是我们 我感觉我发现了一个痛点 然后我就制造出一个产品 往往大量创业者就这么死了 这个专业派是什么呢 一定大量的数据分析 根据数据的结果 来得出用户痛点 这个方案 但布宏我不完全同意 包括你们刚才说纸尿库 它不是最强的痛点 但它可以把产品进行优化 其实它刚才讲的是 产品优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价值 它其实可以这样 它其实可以多做几盏灯 一炮尿一盏灯 两炮尿两盏灯 到了快满了不行了 灯全脸不坏不行了 哎这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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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录用 我回答一下郭兰的话啊 是这样的 他做产品 听我说也说一下啊 他做产品方向是可以的 但是他需要大量的培训 他还没有标准化 或者说啊 可以可以 OK 所以做产品经理不行 那产品助理啊 产品经理助理啊可以的